好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先看网上的问题 若人受五界已破 但后来生大惭愧心 大忏悔心 精进持佛名号 环游得到上品往生的希望吗 你已经不要需求那么高了 说实在话 你已经破根本界了 在僧文界里面 英国的法则都是要下地狱的 这个实在是念佛法门 阿弥陀佛太慈悲了 对这个破戒的人还给了一条深路 那绝对不可能上品往生的 破戒的人能够真正发出大惭愧心 大忏悔心 也只能是下品终身 所以我们对受持的五界 一定要发出英重的慈戒意识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但你不要以为下品终身很容易 你这个大惭愧心 大忏悔心 也不一定能发得起来 你如果你身性切怨的程度不够 不能感同佛地 你往生不了的话 那一定是下地狱的 这在僧文界叫断头罪 那是不可能接上来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 对这个持五界 他常常说他破了 这很麻烦 你一定要自愁自己的水平怎么样 你不是说 这个五界全持 你持其中的四条界三条界 乃至一条界都可以 但你哪怕受了一条界 你就是哪怕死 避在你面前 你也不能去破 为什么要发誓 宁可守界而死 不可破界而生 就是你 我们烦恼这么重 要把生命作为个堵住 一定要堵一把 如果我烦恼重 我这个这个这个 都要破界的话 那宁可死也不要破界 你都要有这样的一个 一种持戒的心 你千万不要把这个 念佛法门 对持破界的人 还能够往生 作为自己的一个 能够不那么认真持戒的借口 更不要持心妄想 你还得上品往生 你破根本戒 你还得上品往生 为了上品往生 我们都破根本戒了 这不是这个道理的 你要知道 这个一般的通途的因果 一定是要下地狱的 你都要有下地狱的 这样的恐惧的心 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理解阿弥陀佛 对下地狱的众生 那种大慈大悲 还能够令我们往生 但一定要自成恳起 不是泛泛悠悠就能往生的 而且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莲花里面六节不能出来 是这么一个破坏 在求受八观灾戒要有正蒙 也就是要请法师正受 但是在诚实论说 若无人时但心念口年 我受八戒亦得承受 也是可以 请教法师诚实论里 这句话 自受时是不是要在佛像前受呢 还是没有从五众受戒 也没有在佛前 佛像前受 只是对着虚空发誓 把这句话念了一遍 也算受八观灾戒吗 没有任何遗鬼 就是这句话 对虚空念了一遍 就算受八观灾戒吗 一般来说 受一日一夜的八观灾戒 你应该要有一个受戒师 一般受戒师都是出家五众都可以 为了对戒法的重视 一般都要到寺院里面求 一个比丘师父来受 但是开源自受的话 那是你周边没有寺院 也找不到出家人的情况下 在这种可以开源 佛前自受 是这种情况 如果你能找到出家人 你不去不去勤 而自己就自受的话 这就是清漫 清漫三宝 清漫戒法 这是不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借口的 好 弟子有一问题 一直困惑 还请师父慈悲开始 因为天气热 穿着海清 闷热 所以念佛堂领众师兄 最近不知从哪里请了一些 好多印有阿弥陀佛圣号的汉衫 穿着念佛比较凉快些 但是问题来了 如果上厕所 也穿着印着佛号的汉衫进入厕所 还有师兄之间互相何时问询 是否不恭敬 或者有罪 弟子认为不大妥当 还是请师父定夺 解弟子疑惑 好 你认为不大妥当 这是正确的 因为你这个 印着阿弥陀佛的名号 到厕所里面 这就对这个佛号 就有一种亵渎 不恭敬 所以尽量的穿海清 穿海清 一般你穿海清 里面会有一个衬衫 不要印什么字的 一般你得把海清脱下来 再如厕 那个洗好手 比较干净出来 再穿上 再进入佛堂 这是一个 骑马的一种恭敬 礼节 古人都能做到更恭敬 奴车之后 还要沐浴 再穿上干净的衣服 才进入佛堂 你不能说 你穿上一个 这个阿弥陀佛 印着阿弥陀佛衬衫 一进去 然后又穿着这个汉衫 再到念佛堂去念佛 这种亵渎 清漫之罪 那肯定是有因果的 所以不大妥当 你还是穿上海清为好 请问如果上午受过三规一 下午就受五戒 请问在下午受五戒的时候 要不要再次受三规一 如果下午直接受五戒 没有再受三规一得戒吗 那你上午受的三规一 就是你仅仅受三规一 这叫反邪归正的三规一 一般受三规一有五种形态 那么受五戒 八观在戒 沙密实戒 乃至比丘比丘尼巨主戒 前面都要受三规一 你就是我们这里 你直接受三规一 紧接着受五戒 我们还要重新受一个三规一 那是第一便是 你第一种形态的三规一 第二种 你受五戒之前 还要受五戒的三规一 才如法 这是不能省略的 那么你省略这个 你是得不了戒 因为五戒 受五戒的戒体的获得 也是你在受三规一的时候获得的 好 请问在受戒的时候 如果口不出身 只是心里默念或默念戒条能得戒吗 受戒的时候应该要出身了 你首先要听清楚 比如 如不杀身戒是 幽婆色 幽婆遗戒 如尽心寿 能持佛 已经在问你能持佛 你不能 你不吭声了 你得要回答 应该很响亮的回答 能持 你才能够相应 容易引发 这种 这个戒的力量 有不解的问题 你曾讲过修其他的法门 回向净土 艺术于专修的范围 但应主开示说 善道和尚 戏弥陀化身 有大神通 有大智慧 其洪产净土 不上玄妙 围在真切平实处 教人修持 知一属世 专杂二修 其力无穷 专未深耶 专离 口耶 专称 一耶 专念 就是 那么 这个 如是则往生 尽得万不落 一杂修 为兼修种种法门 回向往生 以心不存一 故难得意 则百中息的一二 千中息的三世 往生者 其精口成言 千古不易之铁案 而且善导大使 也讲过 除五种阵形之外的形式 即是杂形 请问法师所讲的 和应光 善导大使所开示的是否矛盾 这个矛盾不矛盾 是在你看问题的角度 这个佛法是灵活的 你不要把它搞得很呆板 其实当应主 说这个 尹 善导大师 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的时候 我讲的这个 修其他 读其他的经 能够回向往生极乐世界 不属于杂修 属于专修 同样是应主所 你不能在 因为这种开示 应激做不同的开示 对这个众生 他执着 执着在哪方面 是什么毛病 你的要给他相应的开示 对另外一个众生 他是另外一种情况 你就不能把原来 这样的一个开示 都用上去 就好像孔子教学生 什么叫人 人这个概念 他有千奇百怪的说法 你不能说 怎么会有这个说法 那个说法 所以佛言足以 斗关机斗教 他有他的善巧方便 那么有很多人 他就是执着这个 专修 只能念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才叫专修 或者念 这个阿弥陀经 才叫专修 人家念念大悲咒 念念能言咒 就说人家是杂修 就不行 这就说的偏了一点 他如果好要念念大悲咒 把大悲咒的功德 回向往生希望极乐世界 他也属于一个 广义的专修的范围 你不能说他是杂修 杂修而且进一步 上纲上线 杂修就不能往生 这个东西 所以针对这个说法 你只要读诵其他大人经典 能够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也属于专修的范围 对于一类这样的 执着的根基来说 这样的开示 对他绝对是有利益的 所以就应该做这种开示 你不要把这个不同的 应激的开示 把它放在一起 好像自相矛盾 实际上恰好 就是相得益障 所以我们对杂修的这种界定 就是他修其他的法门 他追求开悟 追求得神通 追求下一辈子 成大法师 这样的所谓杂修 因为他的目标不一样 那么只要他送进念佛 都指向往生 他跟净土的目标高度一致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专修 这是没有很大的问题的 要么你就搞得太呆板了 人家念念金刚经就不可以吗 那这个龙树菩萨在大字盾里面讲一个比丘 他往生之后 往生很有内向 而且临终 火化 十根不坏 那龙树菩萨都战胆 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 就因为第一 他是念佛 求往生 他有往生内向 第二 他是念金刚经 十根不坏 所以他念金刚经 并不妨碍他往生 那乃至于念法华经 去往生的人也是很多 你怎么就是 如果按你这个僵化的理解 那念念法华经 念念金刚经 念念能验经 念念华原经 那都属于杂修 那谁敢去念呢 那净土的 净业三福里面 正好还有个第三福 读诵大乘经典 读诵大乘方等经典 你只要把读诵大乘方等经典 回向往生 他也属于 甚至是上品往生的条件 大乘之福 所以对佛法的理解 一定要理解他的法义 不要搞得那么太呆板 就是呆板阿汗 本来你拿个木板 你过城墙 或者要横 或者要横着过 那你就过不去 你竖一下 它就不过去了 所以这个中文下 把那些很呆板的都叫 淡板汗 过不去 包括有些人学点戒律 学得也很僵化 也就过不去 所以这个 讲这个念其他的 这不是修其他的法门 你就是修其他的法门 它也可以回向 我原来是讲的 能不能读其他的经典 送不送其他经典 是针对这个问题来说的 你送送大悲咒 念念其他大人经典 能够回向往生 它也属于专修的范围 我并没有说 修其他的法门 你读其他的经典 不等于修其他的法门 你其他法门属于中门教下 它指向的目标不一样 中门它指向的是开悟 所以这个 应该把种种的印记而说 你把它搞成 理解为相得一张为好 不要搞得水火不相容 格格不入 如果你真的要弄这个 你把佛经的很多话 在这个经典讲的 和那个经典讲的摆在里 你都觉得自相矛盾 静中十三主的对一些事情的理解 他也有各一个的观点 你也会觉得他自相矛盾 那自相矛盾不是主是自己的自相矛盾 是你心里自相矛盾 你只要有智慧的源龙 一切都不矛盾 好 请看下面 我一大事在灵魂中论里面 开始深信 且愿念佛 而念佛是心多散乱 即是下品下身 散乱见少者 即是下品终身 遍不散乱者 只是下品上身 念到事一心不乱 不起贪嗔吃者 即是中三品往生 念到事一心不乱 任运先断 见尸 成沙 亦能浮灭 无名者 即是上三品往生 记得善导大师在观经诗帖书 讲九品往生 都是凡夫 但这里上三品却是任运断 见尸 成沙 既可以断 见尸或 那么肯定是圣人 小乘是国 大乘原教七行为的水平 不知何故 请慈悲开示 这里看看 偶尔大师指的下品 下身和上品 下品上身 它是指什么 要看它的上下文 如果从观经 观经里面的经文 所展示的 佛陀所说的 也确实真相 善导大师 九品往生 都是凡夫 那实际上我看 偶尔大师在其他的地方 比如弥陀要节里面 很明晰地告诉我们 你这个 它是分仕途 你这个散乱性念佛 具足性愿 没有断烦恼 也没有辅助 可以生到 凡圣同居图 如果 到了事意性不乱 不断见尸或 那生到方便有余图 那么 你断了 成沙 乃至一品无名 生到十包庄严图 事是一品无名断尽 生到长级光图 这是 弥陀要节 非常正式 规范的 这么表述的 那么凡圣同居图 分三倍九品 所以观经的九品 和无量寿经的三倍 都属于凡圣同居图的范围 你这样去正面理解 就可以了 因为 这些话 下品 断见尸或 浮断闻名 及上三品身 这种提法 估计 跟他的 另外一种参照系 是有关系的 凡圣同居图 三倍九品 都属于凡夫 这个说法 应该是更正确 好 印竹文超 夫 孙玉明 居士书说 坐不可掐诸 难道掐诸念佛 一定要站着或跪着吗 能否一边坐着掐诸念佛 一边用印竹的实念技术法 在佛向前 念佛时 如果不掐诸手是否 应接弥陀印 如何接 诸功课念佛时 是否应看着 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念 以便更能失心 看着这六个字念 是否为向外持求而不好 本人每天念佛一万声 但应用掐诸技术 还是按中技术更好呢 那么念佛行走坐卧都能念 这里面你要理解这个 印竹说的坐着不要掐诸 是由于掐诸心里 手指动心就乱 这是指什么呢 你打坐的时候 静坐嘛 你静坐的时候 要保持心的宁静 你就不要掐诸 但是你心里可以默念 但如果你不是追求静坐的境界 我就是坐在那里掐诸念佛 这是可以的 所以你要善于理解 那你坐在那里 就不能掐诸念佛 哪有这个事情呢 行走坐卧都可以掐诸念佛 你计数念佛嘛 但如果你这时候标心 我想静坐 这时候你是静坐的情况下 你就不是计数念佛 你就把念珠放下 心里默念佛号 或者随随随意识念佛 或者随随随念佛都可以 等实信位及信前的极形菩萨 卢 卢龙卢 卢龙盲 度是决听 这段经文说到的 而斯蒂佛大幕接连此时已经出家 而四分履障三十三卷中也有说 事正为此二人说法 令发欢喜心 所谓法者 布施词界 得升天之法 喝欲不尽 赞叹出离为乐 基于柱上诸成沟 尽得法 眼镜 得法 得 意思就是说 这段经文中证明 施地佛和穆建连尊者是佛成道之后 不久才出家得度的 那么大方广广毫 就是佛出成道时 变为41位法僧大事 地上菩萨 天能拔破等宣说的 那么这两者之间 岂不是有所矛盾吗 摄地佛和穆连等 竟然没有出家得度 如何听闻《大方广播华言经》呢 请问如何理解这段经文的一理 这就是佛法的不可思议之初 你不要把实践作为平面的去理解 在华言经里面 还确实出现大木尖梁和摄地佛 余会的这样的场景 那么《华言经》也是有九会 在不同的场所说 有在言佛提说 有在道理天说 有在夜摩天中说 虽然你感觉到佛陀是在定中三七字说 但可能他所灌输的时间态 也是更为广阔 那么摄地佛大木尖林在这里主要是表达 他卢龙世雅是他对于华言的境界 没有 原来没有善根 所以他见不到卢世纳佛的那种庄严的报声 由于他平时没有发大称心 所以听不到为界外法师宣说的不可思议的大称妙法 他从这个方面来简则 要大家来发起 由身文心发起大称心 那么摄地佛穆建连尊者以后 他们在文殊菩萨的座下开根本制 以后即使发了大菩提心 所以这个时空态的表达 应该要有一种立体的这种观念 时间是我们的一种虚妄的感觉 如果在不可思议的境界当中 过去 现在 未来 是可以相互贯穿的 你这样去理解 你就不要以为它是矛盾 好 请看下面 请问东宁大佛什么时候树立起来 净土园什么时候可以完工 现在确实有海内外信众 都很关心东宁大佛的见识 常常问东宁大佛 什么时候树起来 什么时候开光 对这个事情 我们东宁大佛这个筹委会 指挥部都在 目前都在慎重地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会争取明年 把它树起来 也争取在阿弥陀佛的圣诞日 就是明年的12月11日 就是农历11月17日 这个日子 我们尽量争取开光 我们现在用尽量是 由于我们从工程的实施来看 大佛台可以完成 整个宗族线可以贯通 一些基本的设施也可以建设起来 但是是不是具备的实权实美 现在不敢这样说 我们准备在这三百多天 一定是要把工程 这个安排的紧凑 加班加点 尽量明年把它完工 如果我们会在明年上半年 来正式敲定 是不是可以开光 现在我们只能用争取在明年 阿弥陀佛圣诞日开光 这个口气跟大家来说 那么随着这个大佛的建设 我们也会把这些东宁净土学院 居室的疗房 还有闭关中心 在那边也要搞一个闭关中心 还有那种宣传 传播尽土文化和国学的一些 基本的设施 都把它要完善起来 因为那边的土地很多 有三千五百亩 最近我们还有一个角落 也是有二百亩的土地 我们也还想跟政府坛 把它征收过来 这样我们可能会有 快接近四千亩的土地 这样我们建设的周期会很长 这个尽量建成一个 我们海内外最大的一个 专修专宏净土法门的一个道场 那么就不像 现在我们东丽世这次打佛器 也知道有两千多人来 我们都觉得接待的压力很重 念佛的空间也很小 这个住的地方也很拥挤 所以我们东丽世现在 也得要加强第二期的工程建设 要把念佛堂 讲堂 还有要盖一个居室寮 居室楼 还有生寮 东西乡房 海会堂 这些我们可能下期的基建当中 都要把它完善起来 所以说东丽大佛那边的开光 我们东丽世本寺院的基本的设施条件 也要基本上建的差不多 所以我想以后 东丽世净土院 那边我们叫东丽世净土院 也属于东丽世的 和东丽世本身的寺院 这两个地方 以后就有更多的能力 接纳更多的信众 世众弟子 来这里修学净土法门 好 我们看现场的一些问题 以下有两个说法 唯心属现 唯师属变 主法因缘生 不知该如何理解和统一 第一个问题 它是从法相中的角度 法相讲唯师 唯师嘛 就叫唯师中 唯师中就讲一切的法 都是由我们的世心变现出来的 那么这个诗 它是由真如自信 一念无名妄动 就是如来葬信 转成了阿赖耶诗 阿赖耶诗 又有剑分 又有相分 然后又有第七诗的 摩拿诗的剑分 相分 又有第六诗的剑分 相分 这个八诗里面都有 都有剑分 相分 那么这些就 这个实际上也是一种 幻化的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的心意识 是不真实的 就叫妄性 由这个妄心 就能显现虚妄的三界 所以这个外部的世界 它的依托之点 就是依托在我们的念头上 但有念头就是虚妄的 所以离开妄念 就没有三合大地 没有世界 所以他是谈这些 所以唯诗中他就要讲转一 转这个八诗成四字 在八诗里面 最重要的要转 这个第六诗和第七诗 第六诗是分别 第七诗是执着 那么转这个第六诗的 这种分别诗 一转就会成为妙观察诗 第七诗它主要是执着 执着阿赖耶诗的 见分为我 叫做巨神我诗 执着前六诗为我所用 这叫分别我诗 要把这个我诗转变过来 就成为平等性质 这两个一转 这是在因中转 那果上自然的 就会转前五诗为成熟作诗 转第八诗阿赖耶为大圆禁止 它是要进行这么一个转换的 第二个主法因缘生 这是中观的理论 中观主要是要叫法性中 它是从主法的本质的这种 本质的特点来看 一切法无论心法设法 凡夫法圣贤法 有违法无违法 有漏法无漏法 这就叫主法 这些主法都是 由各种条件生起来的 就是各种条件 合合产生的 不是本来就有的 既然不是本来就有 各种条件因缘产生的 它自信本空 所以叫缘起无自信 你缘起的法 它没有自信 没有科体 所以当体即空 所以这两者 中观的空 和法相的这种相 这个只是一体两面 描述的方式 角度不一样 但是它都是 从真如自信 显现出来的 所以这两者 你如果龙会 它就是龙会贯通 你也不要把它搞得格格不入 你不善理会 觉得这就很矛盾 但你善理会 从信和相 两个层面去看 它也是相得益障的 请开始 对于年轻人 如何断除淫欲 为何阿弥陀经 视线极乐世界 珍宝无数 如金银流离等 佛的境界 为什么会有贵贱之别 你是如何理解 关于淫欲问题 对于在家的年轻人 并没有要求他去断淫欲 淫欲不是很容易断的 所以 所以 允许你有正常的家庭 只是要求你不邪隐就可以 那么 但是我们怎么样 来淡化这样的一个欲望 这也有些方法 所以佛陀讲 不静观 不静观 久想观 都是对峙 这种淫欲心的 那么再加上我们 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 多念佛号 也能够转化这种心 他的清净光 就是对峙 淫欲心的 所以我们就 尽量在行为上 你不要去邪淫 对于出家人 他的要求更高 一切淫欲的行为 都要断除 这是仲介之一 这是不能出这个高压线的 那么 对大多数人来说 他的念头当中 都会有淫欲的念头 只不过是他的轻重而已 这就是说 尽头法门殊胜 就是能够待耶往生 你一定要断除淫欲 才能够了神托使 这是通途教理 通途教理 你正到出国 出国的圣人 都没有断淫欲 他都要七始 往返天上人间 为什么要七始来 来人间 就是淫欲没有断了 你就正到二国 还得要来一次 你一定要正到三国 才断了欲界的欲望 就要五不还天 所以这不是 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这就是通途走 通途道路 难以处理 生死轮回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念头上很难断得掉 但是如果对英国 有畏惧心 他在行为上 就身口七始上 他在行为上 还能做得到 由这个行为 慢慢地 能够使淫欲心淡化 逐步地能够扶得住 但是根还在这里 你一定要正到三国的圣位 才彻底地把淫欲的根 全都断除 这个可能对欲界的 大部分凡夫来说 是要到极乐世界 才能够到达这个水平 那阿弥陀佛经 你们谈的极乐世界 这种七宝为地 黄金为地 这不是贵贱的差异 阿弥陀佛都是平等性 他没有贵贱 但要知道 一切一宝都是正宝显现出来的 由于阿弥陀佛的心 非常清净 他所显现的境界 就极为清净 他急功累得无量的福报 所以他自然显现了 种种穷为极妙的珍宝 他是法尔自然地显现出来的 你透过这样的七宝为地的境界 还是广平展如非常平展的地面 你就能感知到阿弥陀佛的心 由净能够了解这个心 所以我们到了西方几多时间 每天常想在这样的七宝的地面上 都能令我们的身心非常的尊贵 非常的透亮 非常光明 而且也非常平等 也无有边际 这些环境都在帮助我们修道 所以这里不要用我们一般的概念认为 有贵贱的差异 甚至有人说 你到极乐世界还不是贪心吗 看到西方极乐世界有黄金 你就要求生极乐世界得黄金 这个东西 你这个以凡夫的之间来看 好像振振有之 实际上完全没有道理 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不会贪恋那个黄金的 就好像地面上多少俄罗斯在那里 你能拿一个俄罗斯很宝贵的 放在保险柜里吗 太多了 然后那里也没有货币 你要黄金干嘛 所以根本跟我们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概念 我母亲是洛阳当地一个最大的居室道场的一个副法 近日才接触到大安法师的奖金光盘和相关书籍 还是我去外地一个居士林结缘得到的 叫西方缺子 居士们看过之后 炉获珍宝 毫不夸张 我这次到东宁市学习才知道 这么多大安法师的法宝 居士的居士们破局的希望能早日看到这些 前些日子给他们寄的很多可不够分 请问怎样才能更快更广泛的叫更多的居士都能看到这些法宝呢 居士们说修学几十年荒废的很 很多年 尤其是从前看的奖金光盘 请问奖金人指导错误的修行是否也有因果 还是讲修行人自己不够有定力 居士们都评价 看了几十年奖金的光盘 老修行的鉴赏力都很高 大安法师奖金重点突出观点明确 具体深刻针对性强 认为法师奖金是目前讲的最好的法师 哎呀你这一讲 我都点红了 就是希望能早日得到这些法宝 不要识人看一盘 任提建议说大安法师奖金 受点头做手术 说是思考还是习惯 养老院的居士提希望解释 问大安法师是否有鼻子方面的毛病 那有希望早日治疗 诺阳签名居士 读大安法师身体健康 多出奖金光盘 尤其针对老年的同修 较多关心念佛修学的问题 这么多 不够分你们由于东临市面对着全国各地的居士点 确实他也不可能全都分得到 所以你们得到一些母盘可以自己翻课 这叫无尽灯法门 那么对于你原来听到一些光盘 听法要善于听 每个法师奖金 他有他的长相 他有他长相 你如果善于体会 你就能够学到一些他长处的东西 但是确实你会觉得好像有些疑惑 对这些东西 为什么我们强调要大家去读圣言量 净土的五经一论和净土中祖师的言教 这个是我们判断你听的法是否正确的一个标准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通过听光盘 还是要回归到对经典本身的研读 对祖师作作的深入 要么你这个基础没有打好 只是喜欢听点光盘 喜欢看点小册子 如果碰得好 他也是幸运 如果碰得不好 他是讲相识法的 他讲错了 由于你原来没有佛经的圣言量基础 你也判断不了 这样那真是以盲淫 倒众盲 镶嵌落火坑 就会出现这个情况 所以为什么就连法轮功都有那么多信徒 他就是判断不了他的邪正是非 如果你一个人对卢道十三家有一定的基础 一看他讲的那些东西就知道是很荒谬的 但你一点技术都没有 一看觉得他讲得很好 说他的功力比释迦摩尼佛还高 就崇拜他比佛还要高 那你就会走向这条道路 下面谈到这个本人的威仪问题 是本人这个凡夫一个 都有时候莫名其妙的就是做点手势 原来我在新加坡的时候第一次讲我也在琢磨着我是用什么方法讲 是不是卢路不动很像老修行一样的慢慢讲 还有定力一样的讲 这是一种风格 还有一种风格就是这种充满激情的 自由发挥的 当时对我征求的一个复法句子意见 我说用什么方法讲 他说你不要太拘谨 你就这样讲 像那个 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激情而空 之后发现还非要这样讲不可 因为新加坡就是他很多队友是听到落干年的东西 他听到观点已经听久了 你如果是讲得慢条诗理 他根本就不在乎 这时候讲得非常有冲击力 念佛不是求开悟 是求往生 他现在才是那个 有时候对我注意 这个话充满激情的说 他会发抖一下 发抖 跟他听得不一样 原来我念佛十多年都是求开悟 夫人听到个声音说 不是求开悟是求往生 他一下震动很大 所以您如果慢条诗理说 念佛最好求往生 他可能就是斩钉戒铁跟他 他可能才能够思维一下 所以本人一下子显得就没什么涵养的样子 希望大家原谅 某法师说 往生到极乐世界以后 如果想快点成佛 只需要三到四节时间 变革成为究竟佛 是真的吗 是不是要上品上升的人才能这么快呢 这是第一问 第二问 第一问是 净土生教程作中观九品往生 情状 前五品西式 修功德回向愿生净土者 依行因功德浅身感的品位高低 譬如原教通达经义者上品上升 顿教通禅开悟者的上品终身 学大乘建教而为透支者的上品下升 请问详细解释一下 如何才能上品往生极乐世界 第二问是 第三问 阿弥陀佛身经社 化菩萨众意无边 那么阿弥陀佛的化身 如果来到我们地球硬化 他知道自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吗 好 第一个问题 这个讲九品往生 九品往生 上三品 都是发大乘心的 中品上升是持戒的 中品终身也是持戒的 中品下升是修世间法的 孝顺父母 这个这样的一个心很仁慈的人 临终遇到善知识 回向往生 所以这里 这个感的品位的高低 确实跟他的因地的发心 圣意愿 信愿的程度 以及他修行的功夫 有关系 那这里谈到的上品上升 上品上升都要原发善心 这个身心至心回向发善心 那这个上品上升 除了原发善心 还有读诵经典 持心不杀 受持戒律 这里谈原教通达敬意 就是他对原教的义力 他能够通达 有圣身的智慧 那么上品中升 这是解第一异地 他只要解第一异地 这个解第一异地相当于禅宗的开悟 所以上品下升 他是要深信 读诵大乘方等经典 对于这个因果 能够不怀疑 这是经典的 所以根据经典的 这样的一个描述 就是有这个三倍的 这样的因形的差异 所以上品往生 相当于上倍往生 这个三倍往生 上品往生 你只要看观经和无量寿经的 上品往生的条件 你按照这个去做 就能获得上品往生的结果 那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到底是几节才能够就进成佛 这里面是很难数量化的 那么从经典当中讲 阿弥陀佛成佛以来 于经十节 在十节当中 对阿弥八字的 尤其是一身补促的菩萨 也都是无量无边 由此看到 极乐世界他成佛很快 首先你一去 无论是什么样的品味去 只要花开见佛 都是阿弥八字 而且这个时间 大家要知道 时间是心不相应形法 是一种虚妄的东西 所以到了极乐世界 那样的时间的概念 跟我们娑婆世界的概念 是不一样的 从旧经意义上来说 西方极乐世界 是超越了我们一般的时间概念 它是法信徒 从亲信心里面流现出来的 它也没有世纪的更迭 说明它没有时间的概念 它是无始无终的 所以它才构成了寿命无量 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你只要了解 一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能快速地成佛 这个就可以了 你没有必要追究 它到底要几节才能成佛 因为这个 甚至在《华严经》讲 出发心时 即原成证据 这里面 你出发的那个心 能够把这个 事事一味的功德 全都包容 这种原顿呢 也许就在一念之间 就成佛了 所以在阿比拔日 尤其是念不退当中 这个偶遇大师 特别对这个家里的一种产事 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 往生快 就在念不退当中 能够顿能超约 十足十性十回向 十地 等觉的这个位置 就是在这一念当中 跟沙佛洛 对应的这一念 金刚的一念 就顿能超约 不需要经过这个 四十一个阶梯的 所以四十一个阶梯的修行 是释迦摩尼佛 在这个 我们这个世间的 这种通途的教法 这样成熟的 西方极乐世界 就可以顿然超约 不需要经过这个阶梯 那你说 他就超约到这种 这个三大二神奇迹的概念 超约到四十一个阶梯的概念 那这里可能都没有一个时间 让你去分别 好 那么阿弥陀佛的化身来到这个世间 那肯定知道自己的身份 如果佛来到世间都不知道这个身份 那就麻烦了 那我们谁都不敢来了 所以佛在任何的世界进行硬化 都是游戏三昧 游戏神童 他是太明白太清楚了 那么实际上 释迦摩尼佛也就是阿弥陀佛的一个化身 他来到我们这个地球上 虽然在藏教 小乘教 好像他视线八项成道 在圆顿的佛法当中 他是一切都明白的 包括他选择到哪个家庭去投身 他的露台都也是坐着白牙佛像 从摩尼佛人的右斜进去的 然后在华人经讲他在坐胎的时候 那整个的那个不是一个很拥挤的概念 都是很广阔的一个地方 他是在七宝宫殿里面的 然后他方世界的菩萨都过来了 在他坐胎的过程当他方世界都来典礼 所以这个摩尼佛人 你看到的他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女人 殊不知他是一个千佛之母 显结的一千尊佛视线 他都要做这个佛的母亲 他也是卢幻三昧 在他的肚子里面 那也是无量的广袤的境界 这些都是操作我们凡夫的这样的想象 你只要看看《华严经》 看看摩尼佛人的那一段 所以这些大菩萨 尤其是古佛再来的 一定是淋淋不昧的 游戏三昧的 不会像我们这样迷惑颠倒的 应当发愿愿往生 磕渡西山任笔殿 知事不归归辩德 故乡明月 风月有谁真 小比丘愚钝 读不懂这两句话 请开示一二 印祖常常会写这个对脸 实际上古来的祖师大德 也有这些表述 这表述他有一些比喻的说法 他是劝勉我们要应当发愿 应当发愿愿往生 这是劝勉我们发愿很重要 阿弥陀佛发了四十八大愿来接我们 我们现在要发愿愿意去 你只要跟阿弥陀佛这个愿能够沟通 这里面不要理解为 我们一定要发出像阿弥陀佛那样的愿 才能往生 这不是这样的经验 不是这样的说法 我们发不出像阿弥陀佛那样四十八大愿 那都是登地菩萨才能发出的愿 怎么能要求一个凡夫呢 一定是阿弥陀佛已经成就了接应我们的愿 我们只要发愿往生的愿就可以 这就劝勉 应当发愿愿往生 科洛西山任笔垫 科洛就是指我们这个地球 南岩佛提 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就是一个过客 这是一个陌生的异乡 他乡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地球 你不要以为这是我的家 我们在这个世界没有家 你住的那个家是暂时你住的一段时间的屋子而已 一定要关照 它是一个科洛 科洛里面呢 它有一些溪流啊 高山啊 就是山河大地的风景 往往我们很多人在这种过客当中 留恋这些山水 那对于净土法门 修净土法门的人来说 科洛西山 哪怕风光再好 都不要去留恋 留恋的人都是迷惑颠倒的人 就是对这个娑婆世界五一六层 没有艳丽心的人 对成就艳丽心的人 一定要坚决的舍去 但是对于没有觉悟的人 那科洛西山就任那些人去留恋吧 去竞争吧 去获得吧 我们要放下 放下到哪去 回归雇员 知识不归归归辩德 是很容易回去的 是由于我们在三界里面做浪子 我们不想回去 是我们自己不想回归 但是现在我们听闻到念佛法门 接到了阿弥陀佛的这份书信 我们知道我们的故乡在极乐世界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父亲是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在这种身心憔悴 痛苦之余 马上知道 这不是我 这是一个陌生的意图 他乡 我要回归故乡 你只要有这一念心 你就马上能够回归故乡 因为阿弥陀佛 世界以来都拿着金色的手臂来接引 你只要愿意伸出所能 阿弥陀佛金色手臂 马上把我们拽住 这叫归辩德 往生容易 故乡枫月有谁争 故乡枫月代表极乐世界 故乡极乐世界 那种枫月极乐世界的那种美好的 穷威极妙的风光 在等着我们去 没有谁去争这个东西 只要所有的众生往生 极乐世界的庄严 都是我们共有的家产 是这个意思 好 南无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好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先看往往上的问题 若人受五戒已破 但后来生大惭愧心 大惭愧 给短读 时女cé 在外面 前美一点 老杠 长 人度